今天台股又跌了 跌了62点 那前一天跌94点 昨天又跌了98点 今天跌62点 那三天跌了250 老师 明天有没有机会涨 明天再不涨 问题就比较大了 我就跟你讲 今天是比较关键的转折 然后 当然啦 你说老师那拉回是一个机会 我说 你如果每次打 每次跌下来 你都当出机会的话 我是觉得说你要想清楚 股票也不会天天都涨 当然也不会天天都跌 那我只能告诉你 以我的看盘的方式的话 就是明天如果不涨的话 问题就很大 好 问题就很大 那其他部分的话就是 助你大赚嘛 因为大部分也不是会员 那我可以做的不多啦 那欢迎你跟着我一起来 那早上我们在LINE AT上面跟你推荐 就是说你可以在15702做多啦 那盘中就是刚好一买完就一直拉 一直拉一拉 就就赚快100点 就是这样啊 那你要不要赚钱而已啊 就是有一个方法 那接下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如果要跟着我们 或是说你要整股的话 你要先刷这个QR Code 填一下你个人的资料 我们请你填资料 就是请你填资料 麻烦你配合啦 那当然你说老师 那我想试着跟你做做看 我是什么的 我都非常欢迎你 因为你来找我代表你相信我 那我也跟你讲 这个市场的钱赚不完 你赚的不是我口袋里面的钱 你赚的不是我们家助理的口袋里面的钱 他不会舍不得 怕就怕什么 有人礼拜一来试 礼拜二打电话来试 礼拜三也打电话来试 礼拜四也打电话来试 啊每天都赚钱 啊每天都赚钱 他就觉得说哦啊这样子 久了以后人家就觉得说 你怎么这么烦啊 就干脆直接参加会员上去好了 你去吃要有一个听到嘛 你不要试着到售价都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 你知道吗 好我没有指所有投资人啦 我是指单一一两个 那种很奇怪 从上个礼拜有人啊 从上个礼拜每天打来四代 四代四代 每次都赚钱哦 每个每次都赚钱 买什么赚什么 他还不满意 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 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助理人员的话要稍微 稍微心胸宽大一点 那如果是我我一定把他扒下去啦 那今天的大盘就是大盘没有很没有利 他没有利去收复昨天的跌幅 昨天跌98点 照理说你今天要去收复一半嘛 那不然全部收复也好 所以这盘算是很弱 那今天台积电是领先止跌啦 现在法说会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我们跟人家不太一样 你像刚刚我进摄影棚说他公布赚7块9嘛 第一季赚7块9 很好吗 你觉得很好吗 那你觉得很好那你就尽量去买 我跟你讲不好 去年第四季他赚11块4 他这一季只有赚7块9 所以我觉得是衰退不好 那今天大盘没有上来是因为金融股 金融股今天也没有表态 那联巴科最后还收黑 就根本就没有完全止跌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指数没办法撑上还是金融股 金融股在后面有点想要扯后腿的样子 那另外今天本土资金是全面缩手 金工股做拉回 低论也在拉回 那低论拉回有低论拉回的原因 我就跟你讲低论在拉的时候 你不要去追跟面板一样 那个不会好 我一直跟你讲那个不会好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 那个什么景气循环股 这要买在怎么低点 我跟你讲 真正低点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 那明天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明天立法院有一个再生医疗的 那个双法案要做送院会 不知道会不会三读通过 那我们拭目以待 像我们今天买的是那个1784的训练 那今天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财报出来 有够烂 那可是他推出今年来第六次的降价 那应该是要打那个四散率 那为什么降价 这可能要问马斯克 马斯克的逻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那首富有首富的逻辑 那当然我们是看到的是 他到底整个公司的利润有没有上来 这比较重要一点 那现在就是法说会 法说会到底讲了什么 到底美国要不要补助 或者说卡关了什么 或者说那既然这样的话 因为台积电在那边要准备要设六个厂 大家外面都说四个对不对 我跟你讲是六个 六个十二寸厂 六个十二寸厂 你觉得之前新闻在报导什么高雄 什么中游那个还要设吗 你觉得什么桃园龙潭那个还要设吗 你觉得那个南科跟中科那个还要再设吗 我跟你讲通通不用设了 通通不用设了 因为日本那边要盖两座 德国那边已经确定要盖一座 那美国那边要盖六座 十二寸厂喔 投资朋友你要搞清楚 所以我跟你讲 到时候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就拭目以待嘛 你都说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你讲 在我眼里 这家公司已经不行了 我再讲一遍 这家公司已经不行了 它不是一个投资的标的 那热门的焦点 老师 那华子 华子今天上海 探权 其实我在4月14号那一天的 你去看我的那个节目啦 我就跟你讲 华子有钱赚 结果拉回两天 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理我 今天就出来 一开盘就跳功涨停板 跳功涨停板 那中华车 中华车上海 那你要特别注意喔 你要锁定的是像这种股票 为什么天天飙涨停 4728的双美 这是什么题材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奈米一材为什么天天涨 就是这个 那弱势股你要避开就是利基电嘛 你看图穷避现了嘛 第一季出来没什么赚 你赚0.05嘛 对不对 杨明光 杨明光光学股里面最糟糕的 他今天破线了 麻烦你避开 有投资朋友在问 他说老师 那为什么 为什么之前大家在涨什么 什么 什么联谊光啊 金国光啊 那个先进光 为什么他的杨明光就输光光 我就说那 因为他比较弱嘛 比较弱啊 你自己看就知道 老师 怎么会这样 诶 诶 诶 啊那个喔 跟你讲他是电子股 为什么会跌 那 股票 股票涨不上去就是会跌 就这么简单啊 没什么大不了 就是我 上个礼拜就跟你讲滑指 有钱赚 就跟你讲 之前跟你讲中工 有钱赚 啪啪啪啪 三十涨停板 那今天买训练啊 我买完之后 本来期待说 他拉到涨停板 结果直接杀下来 脸都绿 我跟你讲 那没关系啊 反正他三月份 已经说还是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那明天就是看立法院 立法院如果过的话 那 就算明天不涨 礼拜一也会涨 就这么简单 就算明天不涨 礼拜一还是会涨 那你就不要问说 老师啊 你们那个买了 怎么样怎么样 创新高也不干你的事 跟你讲 创新高也不干你的事 就像很多人 还在那边唱衰 一些完全不懂的人 在说什么 哎呀大陆如果 废了ECFA的话 那台湾也不会怎么样 是吗 这一群到底是猪脑 还是怎么样 到底是完全不懂 还是在那边糊弄 糊弄这些老百姓 我跟你讲 从去年开始什么 斑斑 斑斑有石斑 到现在什么斑斑有凤梨 我告诉你到时候 所有的农产品就开始 斑斑有石烤啦 翁莱啦 香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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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鸡啦 我跟你讲 通通都是小朋友在吃 你等着看 啊我们有卖去给国外 是吗 是到底是堆肥 还是卖到国外去 我问你 农委会主委他自己最清楚 农委会主委他自己最清楚 到底是都买来堆肥 还是怎么样 你以为国外的进口商都是笨蛋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就是事实是很雄变 当然我们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但是我是跟你这样讲 你要特别注意 不要什么都看新闻 新闻黑白说 你也要黑白信 新闻黑白说 你也要黑白信 那我也没办法 那今天 昨天晚上开始 终于全台湾 终于开始下大雨了 恭喜老爷 贺喜夫人 那现在二期到做也来不及了 也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下雨也没用 也来不及中 买户不对 那接下来怎么做 我是觉得说明天应该要涨 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 在这边给你什么样的指示 我是不是每次都对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 那你如果说要跟着我试试看的话 你可以刷这个QR Code 填一下资料 跟助理讲清楚 当然我们会优先照顾 那个资金比较大的投资朋友 这个不是助理的问题 人之常情 好不好 助理大传 我们明天见 谢谢